Hello,大家好,我是Harley,欢迎来到Harley Wood 上周我们这个课有一个小节的showcase relationship 关于人物之间的关系的一场性的总结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showcase就是表演 然后这个星期,今天是星期一 那今天就开始了新的一个课程 那个老师的话是大概周六的时候 才发关于新的课的一些介绍 就是有点突然 然后也有点就是没有准备 那他这个课程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去表现一个有心理 或者是精神障碍的一个人 自闭症,幻望症,幻想症 就是我们其实平时会见到很多tourists在美国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是流浪汉也好 各种游民也非常多 所以各种情况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到 你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去开始 可以是有语言的和肢体的 但是他强调的是肢体可以更多 语言的话是其次 那我迟到了 一般我们进门的时候会听一下 如果正好是老师在点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推门进去 如果是正是同学们在表演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是不进去的 那我在听的时候 在门口听的时候就听到是对话 感觉上是我以为是在做reputation 就是那种repeat 那个时候是可以进去的 那有两道门 我开第一道门的时候 我就听到里面的同学就说 someone is coming 我说干嘛他会对我的动作做出反应呢 我还没想到 然后开第二道门的时候才看到 他们已经正在进行activity 就是所有的学生 一共五个同学都在做各自的activity 然后见到我进来 他们也在做真实的反应reaction 我本来以为是坐下来来去看就好了 老实说 那个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 你也上去做 所以有点突然 我本来就是没有完全领会到这个课程的意义 我还没有做 关于我要去做的这个人物的详细的东西 我都没有去设定 所以我一上去的话 我还是在观察和做一些小动作 就是在不停的撬打这个本子 我的笔记本 就是在尝试着慢慢进入那个状态嘛 然后其他同学就有反应了 就说谁在撬 很讨厌 annoying 什么什么 那我就感觉到大家的相互是有个互动 然后后来老师就交停了 这个阶段完了之后 老师就继续在讲 就是还是同样每个人刚才做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是一对对的 留下第一个人 你继续做你的activity 刚才你在做什么 你继续做 然后叫另外一个人进入你这个环境 好了 其中一个同学是在做拼图 他正在做一个1000片的拼图puzzle 然后他就在做 另外一个进来就开始自言自语 包括还跟他说 他说你这个puzzle is a stupid activity 他在玩21点更好玩 他说你这个就是一个奶奶玩的游戏 然后那个对方就说 待会我弄好了我要回家 他说回家 回家才是个悲哀 回家去之后 就是你要听父母怎么教你做什么 父母教你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他就是一直在 自言自语在说他的子牌游戏 这个20点 你拿到16 我17 我20 哇 你很安全 17很安全 16你太太小了 怎么 自言自语在说 然后我感觉他们俩 玩牌的21点 他的设定特别详细 非常的具体 就是他是一个就可能有在家里受到过一些这种家庭的这种强迫压迫性的这种家庭环境 他很讨厌回家 因为家里不自由 然后他在这里很自由 然后他看到别人 他也会去说别人 你是个乖孩子 你就只会玩这种爬走 没有挑战 然后你喜欢回家 回到家里就是那样 多多多被爱 就是都是有个 那个MENTAL有些问题的人 他演的做的挺好的 就是这些很具体 他设定了这种东西 然后 对 这是他们的第一队 第一队 然后第二队的话 是有一个他可能是很自闭 或者是很抑郁 然后一直在纸上画 画画画画画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进入的话 他是一个 怎么说呢 有一点点就是也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 一过去就跟他打招呼 say hi 就是有点像小孩 不断重复他说的事情 say hi say hi 然后会 他有一些这种习惯性的动作 我觉得也做得挺好 看不出那种很做着的样子 比如说他很开心 他就会 怎么样 然后 不开心就会这样 手就会这样 然后 如果对方 他也是一个有强迫症的那种人 他希望别人按他的那个指令 或者说愿望去做事情 比如说say hi 他也希望对方回复说 say hi 如果对方不说hi的话 他会很不高兴 会很失落 然后他会每一次就会不停的 不厌其烦的过来去找他 找那个人去说话 一会儿哪一个牌过来 这是一 说一 然后对方如果不说 他会见识说一 如果对方说了一 他会很开心 怎么样 如果对方不说 或者说是说错了 他会很讨厌 然后或者不理他 他会打自己 就他这个也是设定的蛮具体的 具体的一个这样的障碍 有这样的障碍的人 他遇到什么事情 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也做得很自然 然后对在纸上比较抑郁的 自闭的这个人 他就没有更多的这种reaction 和自己包括也不说话 我理解他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 我觉得有这种人 我就是不说 我就是在想这些问题 可能说也是说一两个词 很少 那老师就提醒他 就说你要把这个东西 把你的心理的感受说出来 然后你通过说这个过程 对方也知道你的一个反应 一个感觉 然后你也同时会因为这些话 这些词而去进一步的去影响你的reaction 然后他才慢慢去说一说 这个就感觉两个人就慢慢就有一些这种互动 还有就是说 他说你所有的反应可以不是那种非常有逻辑性的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很social的话 就是很有逻辑性的 我问你好 你就很科技的说好 然后我怎么样 都会考虑一个social的问题 但是他说我们这个是不正常的 是个unsocial 所以你的反应可以是很自我的 就是我讨厌 我就是直接表现出我很讨厌你 这是第二队 然后第三队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 然后那个同学的话 他先上到台上开始的做他的activity 他的activity是在写了一些纸片然后画出来 然后老师也是提示他要把它说出来 就是你想做什么东西 你做的感受是什么东西说出来 然后我上去之后 其实我是边想边去做我的动作 做我的activity 同时老师也说就说你也不要去过多的想 想的太多可能也影响你正常的反应和感受 所以的话我就上去之后 我就开始自言自语的说 朋友应该是怎么样 我朋友应该这样 朋友的关系应该是这样 然后为什么我 我为什么会被欺骗 我为什么被欺骗 朋友之间为什么要欺骗 我就不断的说这个 我想设定成就是我这个人有个心理和精神上的障碍 就是我认为其他人都在不友好 而欺骗我 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上有障碍的人 不断的说这个话 然后对方也会重复我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很讨厌 然后对方也会拿纸来给我看 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觉得很讨厌 然后但是我我就告诉他 我说如果朋友像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好 就我所以我就想说的 就是我最痛恨的就是我被欺骗了 就是不断的强调这一点 到了这的话老师就开始总体的点评 如果你是平平的不断重复一个东西 没有一个起伏的话 那你的这个情绪就是在一个很稳定的这个范围内 没有一些进展和一些激发出来的东西 他说你每个人都会有一个trigger 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反应的trigger 什么事情或什么声音或什么东西会导致你打到那个trigger的那个点 比如说你不断的说别人没反应 不断的说没有反应 你就会激发你那个trigger就会抠响 你就会爆发 那你怎么爆发 是吧 你要做一些大胆的 你要做一些 跳出你舒适区的一些行为和动作或者语言 这样的话才能带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 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环境里面去 要不然你就会没有那种跳 没有那种突破吧 所以这也是这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吧 我觉得他也因为如果正常的人可能你来来回回也不可能 也就最多是正常的生气和正常的这种打那种情绪 假如你是一个心理或者是精神上有问题的人 那你那种反应可以是没有边界的 有无限的想象力 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想要希望你通过这个去伸展你的这种情绪和这种 声音也好 或者是各种可能性 体系也好 肢体这些 我觉得这是这个课的一个目的之一 最后又进行了一遍是三个人在场 那又多了一些那种互动和不一样的感受 前面刚才我讲的一个是弄puzzle的 另外一个是拿牌要别人跟他按他的意思去说出来的 还有一个是玩21点的 这三个人一起到台上之后 那种互动我感觉也不错 就是那个玩牌的话 他有一个特别清晰清楚的一个设定 就是他会不断的重复和说他的东西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我这样多好 然后面对那个拿牌要别人说出按他的意思 说出数字的那个女孩 他就保持距离 他不希望听到他靠近 不希望他过来 不希望玩他的游戏 就是他这种设定我觉得他蛮好的 就是一个很具体 我这个性格 这个毛病 这个精神的问题具体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背景也有 然后到我们后面剩下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因为人多起来了 你这种反应 你就会 这边有一些状况出现 那个人在叫 那个人在 怎么怎么 你都会有一些反应 然后最后老实说 所有人都上来 那这个时候就更加嗨了 就大家就相互都会 那种反应都更多了 而且你不断的重复那些话之后 很强化了你所描述的东西 和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 然后更多人更听不清 或者说更讨厌 你会声音会加大 然后肢体又会跳动 然后就整个就开始慢慢越过这个舒适圈了 我就后来就感受到这一点 然后然后课程就结束了 然后下一节课我们还会继续 老师让我们再具体化一点 你这些每个每个人 每个性格 每个精神问题 心理问题 它具体到什么程度 它是到底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它有哪些 它个人的一些行为特点 和一些肢体上的一些特点 你都要去赋予它 就慢慢的添加这些东西进去 OK 今天就聊到这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或者说是大家互动起来 我相信很多人也上过类似的课 或者更进一步的这些课 希望大家一起来在评论区 我们互动起来就聊一聊 你在这种类型的课里面 获得了什么 一起进步吧 拜拜